记者杨金城台南报道,台南市政府结合劳工志愿服务协会,台南市木工业,油漆工程,电器职业工会等专业志工团,为六甲区毛姓弱势家庭施工修屋。 台南市代理市长李孟燕,劳工局长王兴基,社会局长刘淑慧中午到房屋修缮现场,关心个案,也替修缮志工加油打气。 李孟燕说,耶诞节前夕修缮志工好像化身耶诞老公公传送温暖给弱势家庭,帮他们修屋过个好年,更希望这份温暖能够化身好彩头,期望台南劳工市民都有一个风调雨顺,丰收的一年。 台南市劳工局自102年底开始全国首创替职财劳工修缮房屋,103年这项住安心享温馨服务被向扩大至全市弱势家庭,结合社会局修缮志工团至今已替72户弱势家庭完成房屋修缮。 六甲区长采修行说,77、74岁毛姓兄弟是列侧低收入户,过日子与不易,更不用说修缮老旧住屋。 六甲公所新善团提报给台南市劳工局、社会局赤资约20万元,启动纠善房屋。 公所协助拆除工程、清运废弃物。台南市金属建筑结构及零组建制造职业工会搭建铁皮屋。台南市电器业工会进行电路水管施工。台南市泥水业工会进行地面灌浆,并将地面架高免受盐水之苦,也将再进行墙壁贴瓷砖工程。台南市电器业工会完成除具安装金。 由各工会一棒结一棒爱的传递,预计12月28日完工入错。 李孟燕说,希望借由助安心、享温情计划掏砖引玉,号召更多资源投入修屋做工艺,帮助更多弱势家庭,凸浅台南人的爱心和人情味。